1218年,陈吉思汗代理20万蒙古军队发动了第一次习政,启示出兵的目标就是花拉锦摩。 从出兵的规模来看,陈吉思汗非常重视这个对手,因为他曾将花拉锦摩视为西方世界的霸主,可这个国家的真实实力却让人大抵眼睛。 铁木针仅用了一年就击垮了这个帝国,征服了花拉锦摩,蒙古大军对西方世界来了兴趣,于是有了后来的第三次习政。 这个花拉锦摩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呢? 花拉锦摩为栽主人,生活在位于阿姆河下游地区,历史上曾经被博士、亚历山大、贵双、叶大、萨山、阿拉伯等帝国征服。 阿拉伯帝国时代,这里的居民转而信仰了伊斯兰教。 阿拉伯帝国崩溃后,花拉锦摩又先后隶属于塔西尔王朝、萨法尔王朝、萨曼王朝、加基尼王朝和萨尔柱帝国统计。 1142年,西辽和萨尔柱帝国爆发决战,萨尔柱帝国被西辽帝国击败。 从此,花拉锦摩又被迫臣服于西辽,每年向西辽缴纳大量的贡金。 西辽版图,萨尔柱帝国衰落后,阿富汗一带崛起了一个新的强国,古尔王朝。 1197年,古尔王朝占领了巴黎黑,并停止向西辽缴纳功夫。 西辽于是出兵进攻古尔王朝,结果军队在巴黎黑被击败,损失了1.2万人。 西辽战败后,又转而向花拉锦摩索取损失赔偿,遭到拒绝。 接着,西辽出兵讨伐花拉锦摩,结果再次遭遇产败。 花拉锦摩的军队还趁机攻下了布阿拉城。 至此,西辽的霸主地位陨落。 1196年的中亚、西亚局势。 1203年,花拉锦摩又和古尔王朝发生战争。 花拉锦摩不敌,向西辽求救。 西辽派遣大军参战,最终击败了古尔王朝的军队。 然而,西辽击败古尔王朝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。 相反,为花拉锦摩的扩张的扫清了障碍。 当时,被西辽征服的中亚诸国大部分都是伊斯兰国家和部落。 他们不愿意将西辽封为宗族国。 当花拉锦摩不断崛起欧武, 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各部就纷纷将花拉锦摩视为救星。 1206年,花拉锦摩攻占了布阿拉。 1207年,花拉锦摩占据了沙马尔汗,开始向河中地区扩张。 不久,花拉锦摩又和西嘎拉汗王朝结盟,共同对付西辽。 可当时西辽依然比较强盛,联军被西辽击败。 西嘎拉汗王朝被迫潜伏于西辽。 可当西嘎拉汗王朝的奥西迈向西辽菊尔汗的女儿结婚时,却遭到了拒绝。 于是,西嘎拉汗王朝再次倒向了花拉锦摩。 花拉锦摩的苏丹摩和河沫。 120年,西辽和花拉锦摩再次发生了战争。 摩和河沫用性战的名义动员广大的穆西林参战。 最终,花拉锦摩在达罗西击败了西辽军队。 摩和沫威尽伊斯兰世界,他被誉为亚历山大第二。 此战后,西辽在中亚的霸业瓦解。 由于西辽不断衰落,其原本附属于西辽的国家纷纷脱离而去。 1209年,高张回湖脱离了西辽,投降于蒙古安国。 1211年,葛罗洛布也投降了蒙古。 即使,西辽仅仅剩下了东甘拉汗一个富庸国。 后来,东甘拉汗也发动了叛变,被西辽镇压。 这才稍微稳定的局势。 由于西辽迅速衰落,花拉锦摩也开始了西亚的迅速扩张。 1212年,花拉锦摩杀奥西曼,分并了西甘拉汗王朝,并迁度于沙马尔汗。 1215年,他灭古尔王朝,占据了阿富汗传境。 不久后,花拉锦摩的疆域达到了全身。 就连阿塞拜疆的阿达碑也向花拉锦摩称臣拉贡。 传胜时期的花拉锦摩版图。 然而,就在摩赫末的霸业到达顶峰时, 他的事业却突然急转之下。 1217年,他请求巴格达的哈里发撤封自己为输的。 结果遭到了哈里发的拒绝。 一怒之下,摩赫末带领大军远征巴格达。 结果,摩赫末的军队在翻越大山时突然遭遇暴风雪, 导致大批的士兵死亡,摩赫末岂能狼狈回事。 这次亲征的失败导致摩赫末的威望一落千丈, 其国内又开始出现了分裂。 在摩赫末出征时,摩赫末的母亲土耳汉哈囤就依靠康里人, 在玉龙节制金土格曼斯坦乌尔跟其另立朝廷, 国家一分为二。 康里属于青甲北部,是基督爵的后裔, 土耳汉哈囤。 花拉锦摩崛起后, 大量的康里人来下进入了花拉锦摩, 在花拉锦摩当兵,成为了一股强性的势力。 当时花拉锦摩号称有几十万大军, 但大部分都掌握在土耳汉哈囤的手中, 摩赫末已经逐渐被架空。 土耳汉哈囤另立朝廷后, 就适适与摩赫末作对, 例如摩赫末要求各臣服于的部落出人制, 而康里人折杀人制。 1218年, 成吉思汗向花拉锦摩派遣的使团就是被康里人所杀的。 1219年, 蒙古大军对花拉锦摩发动进攻, 摩赫末根本无法调动军队和蒙古人交战, 因而只能选择淘宝。 而康里军阀集团还想阴谋杀起摩赫末, 从以上的信息可以得出。 花拉锦摩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, 花拉锦摩的疆域虽然辽阔, 但是没有能够建立中央集团。 摩赫末征服了各国, 只是让各国臣服。 而康里势力的崛起, 进一步导致花拉锦摩的分崩离席, 就是蒙古不发动西征, 花拉锦摩的灭亡也快了。 可不同的是, 康里人成功将这场战争移向了东欧平原, 也向了欧洲,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命运。 当然, 火器的差距也是花拉锦摩军队不堪一击的重要原因。 冷骨人从1211年到1216年不断对金国发动了进攻, 逐渐学习到了工程的技术。 冷骨还从中原奴医了大批的工匠, 他们不仅会制造工程器械, 还会制造火器。 冷骨西征时, 这些工匠就带领先进的工程器械和武器水种处征。 当蒙古人用中原的云提, 火器进攻花拉锦摩的城市时, 花拉锦摩人士闻所未闻, 见所未见。 花拉锦摩虽然也是一个新兴的霸主, 但是在主机上依然是传统的松散部落联盟, 无法和高度整合的蒙古暗国相提并论, 再加上蒙古军队使用的武器更加先进, 花拉锦摩也就显得不堪一击了。 上官都要重要的角度, 没有了吗? 控制就会拼了? 大家都在J